因父及子及圣神知名者 死亡的神奥 第一讲 圣灰语 四旬期与复活期是连贯的 四旬期复活期连贯的 那当中呢 就是 有这个主的死亡 Good Friday 整个庆节呢 就是要我们去庆祝人类历史的最大的奥基 就是人会有复活 人不会死 因此四旬期的整个礼仪跟灵修呢 就是针对着这一点 我们与耶稣 同死同埋同复活 在法二大公会议之前 四旬期的气氛 建立在耶稣的死亡 神父的记忆 都是黑色的 死亡 法二大公会议之后 气氛就改了 把重点放在耶稣的复活 所以四旬期呢 神父不在穿黑的 穿紫色的 紫色的记忆 他表达期待 希望等着等待复活 既然每一台伊萨都在庆祝主的复活 我们做神父的也讲了很多复活的道理 现在就让我们去探讨死亡是什么 每一年我们都庆祝复活 每一年 让我们从复活的角度去看死亡 我这个第一个讲的就是要讲圣灰礼与死亡的关系 我这边有七点 第一点就是圣灰与死亡 第二点祈祷与死亡 第三点施舍与死亡 第四点守灾与死亡 第五点人性的软弱与死亡 第六点人性审判与死亡 第七点时间与死亡 如果你敢讲死亡这个道理 你一定要有信仰的基础 没有信仰的基础 我们无法去面对死亡 没有办法 愿有信仰的基础 第一点 圣灰 灰土与死亡 圣州的第一天 圣灰礼 我们把灰 撒在头上 灰土与死亡 人最终只不过是灰土 到时没有存在的价值的时候 人已经得在了 他的智慧 工作 身体运动 他讲的话 他做的是 他的贡献 完全成为历史 如同一团云烟 没有信仰的人 没什么好期待的 没什么好盼望的 人等于是虚无 任有信仰的人 他会去接纳 既然来自于土 就归于土 真正的我 借天主 属于天主的 归给天主 属于土的 就归还给土 到时 一切安排 都是让 大自然 天主来决定 有信仰的人 他们去接受 当他眼睛闭闪的时候 人生所有的事情 都是后人来做 后人来做决定 所以人最终还是 你所看到的今天 只不过是灰土 看不到的我 灵活 归到天主那边去 所以圣灰里 灰 撒在头上 灰跟死亡有关系 第二点 祈祷你死亡 也有关系 死亡是一条 去见天主的路 祈祷呢 祈祷是一条 走进天主的路 死亡是一条 见天主的路 对象是天主 祈祷是一条 走进天主的路 动词来的 是一个动词 走向 死亡的一刹那 就是遇见到天主 是走不回头的路 祈祷的目的 就是去渴望 跟主相遇 渴望看到主 因此呢 祈祷的药益呢 不是求财 求金 赢主宝 不是 祈祷呢 也不是去求什么物质的东西 虽然许多患病者 都在求健康 这没有错 没有错 总之 祈祷就是谋求主的旨意 有很多患病者 临终者 他们 都很希望别人 帮他祈祷 就算他们 没有信仰生活 你为他祈祷 他很高兴 他很乐意 因为祈祷呢 只有信安 虽然说 他不相信天主 你为他祈祷 他很高兴 当我们去三家的时候 除了祈祷之外 我们能做什么呢 祈祷 跟死亡 有关系 第三点 施舍 跟死亡有关系 死亡 夺去我们所有的东西 名义 钱财 权利 一切所有的都被死亡 夺走 原因是 当我们人 存在的价值都没有了 这些东西 何必有呢 讲到施舍 施舍为一个活人来讲 是一种分享 我施舍给别人 我跟别人分享 一个活人 为一个临终的人 施舍是什么呢 心灵的解脱 所以施舍跟死亡有关系 这种东西越多越累 是一种拖累 干脆给掉吧 这些施舍给掉吧 拖累 施舍为一个活人 是个别的分享 为一个临终者 施舍是一种解脱 都带不走 所以施舍跟死亡有关系 守栽的目的就是克服人性 克服自己的软弱 所以守栽呢 跟祈祷是一体的两面 有的守栽呢 怎么守呢 把自己的食粮给别人吃 让自己呢 体验饥饿 当然有的守栽呢 是有目的守栽的 为了驱魔 为了做补俗 我们守栽 总之 守栽的人 他的生活 与一般生活不一样 有的人减少食物 有的人不要抽烟 反正他过的日子 跟一般的日子不一样 当死亡 夺去人的生命的时候 人也是没有办法 过真正的生活 尤其在病痛默契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吃 就好像一个人守栽 这样没办法吃 这时候呢 只好流泥 所以守栽呢 跟死亡也有关系 第五点 人性的暖落 与死亡 有关系 我们每一个人背景都不一样 做的事情也不同 遇到的事情 有好有坏 人性的暖落 造成我们人的内疚 在于事情的重 还是轻 有的人一辈子内疚 一辈子难过 坦白地讲 天下没有人 你找不到一个人 对自己完完全全满足 一点内疚都没有 我相信你找不到什么人 天下没有一个人在生活上无事 生活上没有不愉快的事 天下没有这种人 当我们人 当我们犯了一个都该犯的罪的时候 在于事情的轻或重 这种痛苦呢 是一种输不出来的痛苦 加上灵疚 无法原谅自己 也会经常感到害怕 也会面对死亡的 斗争 当死亡来的时候 当人 得去面对自己的审判的时候 谁审判他呢 他的生活审判他 他的生命审判他 他的抉择审判他 他的暖落审判他 所以我说 人性的暖落跟死亡有关系 第六点 人性的审判与死亡有关系 当我们的身体烧成灰土的时候 那时候也是我们面对天主的时候 应当喜乐吧 当我们面对自己审判的时候 多多少少我们会害怕 又喜乐又害怕 这是很矛盾 非常矛盾 我们面对天主应该喜乐 但面对自己审判的时候 我们会害怕 人性是天主所给的 人是天主的肖像 每当人 在人性上堕落的时候 我们活不出来天主的肖像 如果人性 充满德性 那是福元 很有福气 如果人性充满德性的话 那是诅咒 当人离开人世的时候 你我有一天都会离开 当我们人死的时候 后人能够记得我们 那是一份音乐 那是一份关系 他们会记得我们 不是因为事情 而是我们人 我再说一次 我再说一次 一个人死了 我们做后人的会记得他 不是因为事情 是因为这个人 事情慢慢的就忘了 但是这个人 我们不会忘 这个人伤了你 走了 以后事情也忘了 不过这个人 你不会忘 你还记得他大概 他伤了你 不过事情就慢慢的 越来越模糊 所以后人呢 记得我们的呢 不是因为事情 而是我们这个人 人性的审判 跟死亡有关系 最后一点 时间与死亡有关系 圣经的警察劝 时辰到了 时辰到了 要悔改 日子一天过一天 都在接近死亡 每当我们过一个新年的时候 年岁又长了 时间又短了 历史又长了 未来又短了 未来快要写完了 死亡不是一位远方的朋友 死亡躲在时间内 死亡是一位很临近的朋友 说不定他明天后天就出现了 死亡在时间内 我们人掌握不住时间 但是我们人能掌握到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还活着 我们掌握不到时间 我们所掌握的是时候 时间永远都会来 来了又走 时间不属于我们的 时候才是属于我们的 是现在 现在个时候是属于我们的 不过呢 现在个时候呢 时候呢 如果你不掌握的话呢 他也会走 他也会走 时间是很抽象的 几点几点就很抽象 时候是现在 很踏实的现在 时间永远都会来 也会走 时候属于我们的 当死亡 夺去生命的时候 不要讲时间呢 连时候也都消失了 所以呢 要珍惜时候 生活中 有许多事情 不能等 你不要等到最后一分钟才来决定 不要 现在就要去决定 或现在 时间跟死亡有关系 最后 让我们借 耶稣的逾越节 去认识 死亡这位朋友 千万不要 有那种 古老的思想 不能讲死亡 死亡不能讲 又很单单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你越不讲 越害怕 倒不如讲 倒不如去研究 有心里准备 死亡 只不过是人生的最后一章 这最后一章 不管是 复原也好 是很衰也好 他还是会来 你等待也好 你 心慌也好 他还是会来 倒不如去研究一下 倒不如做个心里准备 他只不过是你我人生的最后一章 愿将来恢复 既子及圣神 起初如安 今日亦然 直到永远 愿全的天主 圣父及圣子及圣神 降福了我们